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是退一多年 但是他的影响力从来就没有衰退过 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意识 足球带给他的荣耀和名利 关键是他长了一张无可挑剔帅气的脸 还有荷尔蒙爆棚的身材 所以足球江湖里看不到他的身影 但是却一直有他的传说 因为他显赫的家庭 老婆贝多利亚 三个帅气的儿子 一个可爱的女儿 贝克汉姆拥有了无数人羡慕的家庭 财富 荣誉 拥有这些应该说没什么烦恼了吧 但是并不代表他的社会关系也没有烦恼 昨日 经媒体爆料 贝克汉姆17岁的外甥被雷迪 公开在媒体面前哭求 宣称自己的银行账户里只剩下1.36英镑 期盼于是39年的舅舅被赫汉姆肩上一面 并表示只是吃断饭 没有别的要求 随后 贝雷迪也大到苦水 讲述了自己现在的惨状 贝雷迪子棒 现在跟穷困潦倒的父亲一起住在只有一个房间的政府安置坊 靠父亲的旧季间度育 他目前正在学习契专课程 同时姐姐还无处安身 还怀孕了四个多月 经常只能借住朋友家 而另外一个13岁的弟弟和妈妈 住在一栋价值47万英镑的好宅 房子是 贝克汉姆出钱满道 据英国媒体报道 贝克汉姆的姐姐林恩和贝雷迪的爸爸1998年结婚 但是2010年离婚 两个大的孩子给父亲 小儿子跟妈妈生活 以这些信息来看 贝雷迪没有说谎 贝雷迪的这次公开哭泣 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甚至是全球关注 毕竟贝克汉姆的名气太大 他的四个孩子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这些都是贝克汉姆跟老婆一起给孩子创造的 想法外上过得如此的穷困潦倒 消息爆出去肯定会引起高度的关注 虽然贝雷迪强度自己并强调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想跟舅舅见面 让情情可以延续下去 只是这是不是他的真实内心想法 跟他哭穷一比 其实都知道他的用意在哪里 贝克汉姆真要跟他见了 怎么可能会让他继续穷下去 再怎么样也会帮他吧 只是似乎贝克汉姆还没有回应 外生这次公然跑出来哭穷 在这起事件曝光的背后 引起网友的热议 讨论到了娱乐圈大明星的社会关系 包括兴器 其中娱乐圈部老男生刘德华 他也有一个一度穷困潦倒的姐姐 刘德华在粉丝心中 一直是一个都粉丝都家人的偶像 孝顺父母 疼爱老婆孩子 而他姐姐却一直是他身边的粉丝教材 一度还要刘德华背负对穷姐姐恶不闻不问的冒名 与刘德华的财富 要帮助一个穷困的姐姐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刘德华 仿之论之情理上有点说不过去 直到后来被媒体披露 刘德华在早年刚成名的时候 也帮助过姐姐 给钱给物 但是姐姐不满足还索取无度 甚至还借刘德华的名义 到处招摇走财 刘德华多次警告还屡校不改 最后大义涅清 判决了金钱的来往 希望姐姐能自己自立更生 这么看来 大明星要处理好家务事 也不是说用钱就能解决一切问题